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波尔法门那是维摩洁经里面提倡的一个重要的法门 经文说三十二位菩萨讨论了什么是波尔法门之后 文殊菩萨特意向维摩洁询问什么是波尔法门 维摩洁是默然无言 也就是说沉默了好长好长的时间不说话 一个字也不吭 文殊菩萨就领会到了维摩洁的用意 佩服之际狂点赞 欢欢喜喜的赞叹说 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 是真入波尔法门 已经一个字都没有了 完全超越了语言文字的层面 这是真正的进入了最高的波尔法门 所以波尔法门它是已经超越了言语表述的层次 那么什么是波尔法门呢 所谓二就是相对立的观念 那波尔呢 波尔就是超越对立的观念嘛 所以波尔法门就是超越所有的相对的观念 来进入开悟的境界 那么维摩洁波尔法门的意义 它在哪里呢 它的意义就在于强调世间与处世间的波尔 维摩洁本人就是一个非常棒的榜样 它游戏人间 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 同时又精通佛理 不受红尘的污染 钱多却不贪 色多却不染 这个境界就太高了 这波尔法门倡导的生活方式 打通了在家与出家 死案与彼案 这样的一种隔阂 这六祖谈经说呀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离世灭菩提 掐入囚 吐脚 这个呀 可以看作是对在家与出家 不二法门的精彩的发挥 那么维摩洁经里面还强调 要想成为菩萨 那不是你出家人的专利哦 在家人也照样可以修炼成菩萨 小圣认为呢 要实现理想 非得出家 过一种境遇的生活不可 而大神佛教呢 在这方面就解放了 他特别强调 在他的初期呀 特别强调 那在家照样可以修行 并且修得很高很高的境界 所以大神佛教在他发展的初期呀 是以君士佛教为主流的 任吉玉先生说呀 在普遍的意义上说 维摩洁的出现标志着大神佛教的世俗化运动 已经达到了高潮 出家和在家的界限 以被抹杀 甚至在家高于出家 金苏如来化身的维摩洁居室呀 又是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经文中说 经文讲啊 维摩洁虽然是个居士 但是他的持戒却很经年 虽然有妻子而履 他却修的是饭刑 虽然吃饭 却是以禅月作为美味 虽然赚了很多钱 却不会膨胀成爆发户 虽然进入红灯区 却是为了给性工作者指出欲望的祸害 维摩洁经经文说 火中生莲花 是可谓稀有 在欲而行禅 稀有意如是 这是多么让人向往的生活方式啊 既可以行走在红尘 又可以保持新兴的亲近 既可以享受世俗的快乐 又可以体会出世间的快乐 既拥有世俗的欲望 又得到了超越的境界 这就是唯魔范式